假如说好了,我们分别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要达到像刚刚所讲的这个目的 如果我不要用VBA,先用函数好了 如果说先用函数的话,有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再来用VBA的方式怎么样撰写 那刚刚的部分是录制之后的结果 那当然可以再做一点点修改 如果我今天呢,希望我的编号 而且将来可能还会有制定 我今天要有三码或者要四码 那这边的话只有一码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我这个编号要三码 而且呢,如果当B欄有资料的时候呢 那就要跳出编号 如果B欄没有资料的话,那就不要跳出编号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第一个好像我们还是一样先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第一个编号 那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要填入资料 那用什么方式 这个先把它清掉 让它自动化 也就是我今天取得这个编号 我们前面讲过嘛 可以用什么呢 Row 有没有,列 Row的这个函数呢 可以自动取得我现在到底在第几列 那透过第几列的话 就可以给它一个值 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呢 找到哪一个呢 全部里面 这个Row Row 前面我们用过 OK Row的话呢 我参考的坐标 我现在也是它自己本身 A2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我现在指向的是2 是第二列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的答案会是2 那怎么办呢 减1就好了嘛 减1 OK 好 那这个就会是我第一个编号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好了 我希望它的编号是3码的话 比如说1的话就001 2的话就给你例子类推 都是3码 我要有规则性的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哪一个函数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函数先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呢 在全部里面呢 可以找一个T开组的 TEST T-E-X-T TEST的那个函数 TEST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做什么呢 做格式化的 将数字转换为文字 而且你可以给它一个格式化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Value Value就是我刚刚那个词 就是Row A2-1 这就是我们的词 那我们的Format TEST 就是我们的 这个格式化的文字 我们如果要3码的话 你可以给双引号 000 然后呢 再给双引号 那你可以看到 1给它之后的话呢 000 格式化的结果 就会是001 有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TEST 其实用的还蛮多的 只要将数字转换为文字 而且把它做一些 Format的格式化的话 那可以用TEST来做 那你会想说 那这个地方000 或者其他格式 有没有办法 使用 其实你可以参考 那个 我们确定 没办法 001